相信很多女孩和我一样 我们的少女时代都沉浸在对严承煦 周一鸣 吴建豪 周孝天 这个四人偶像组合的追捧和热爱当中 时光流逝 吴建豪宣布结婚了 而周一鸣也已经有了稳定的恋爱对象 那最近周一鸣就带着他的新片 回到爱开始的地方 来到北京做宣传 很多记者都非常好奇他的感情状态 虽然他没有正面回应 但是他脸上那种默认的状态和幸福的神情 还是让我们 尤其是女孩们 非常羡慕这个叫做郁红渊的女孩 当天周一鸣和刘诗诗 共同为电影回到爱开始的地方做宣传 片中周一鸣饰演的画家 一如既往的浪漫深情 与刘诗诗上演了一段旅途中的浪漫恋爱 不过比起电影本身 周一鸣与女友郁红渊的恋情 显然更受关注 因为不久前 周一鸣曾暗示要带女友参加吴建豪的婚礼 正式和大家见面 拍这么多的爱情电影 那女朋友会不会在尺度上对你有一些要求 谢谢你啊 一起在看烟花的时候 就是被拍到的嘛 你是不是生活中 也会经常这样制造浪漫给她 谢谢你啊 看得出来 周一鸣对恋爱细节不愿多说 但满脸笑容的她 还是默认了感情的存在 周一鸣的女友是曾和她合作电视剧 痞子英雄的女演员郁红渊 也许是因为之前和大S学习员轰轰烈烈 却惨淡收场的恋情 让周一鸣有了前车之鉴 对于新女友 周一鸣一直相当低调 尽管陷入恋爱的周一鸣显得甜蜜满足 可不少她的影迷却对郁红渊打分不高 认为她长相一般 名气不大 配不上周一鸣 听到这样的评价 周一鸣是连忙帮新上人说话 甚至有些隔空是爱表决心的意思 我可以去理解每一个人 包括感谢他们的心灵状态 祝福的我很感谢 祝福的我会用时间来证明